奇妙的感動 但願你會懂 我願和你吵著感動 老師好 全球的超馬家人 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中的雨萱 我姓范 叫范雨萱 很開心又可以來這邊分享我的故事給大家 就是一開始其實是很感謝家人 一直分享超馬的訊息給我 那時候其實沒有特別相信 完全是我媽講她的 我聽我的 對 所以那時候其實好像媽媽也是為了我們小孩 讓我去參加有一次美國老師的一個活動這樣 也很感謝媽媽就是出錢出力這樣子 一直說服我們去 那為什麼後來會相信呢就是 也是因為家人的關係 然後接觸到導師的一些 就是可能音樂或者是一些人的分享 那後來這個其實在這半年期間 我就是一直在實驗 對 那這一個月非常的有感 就是每天呢就是因為有來參加讀書會 然後也就是每天告訴自己一定要做心法 就是這是每天必備的 所以我每天基本上就是都有在做心法 雖然我可能沒有做得這麼這麼落實 對那我還是告訴自己就是先從懺悔開始 對那再來就是發願 那我就是按照這個步驟 那其實在這個這個月很明顯的是 在我的工作上面有很大的轉變 一方面我現在在台中市的某一個國中任教 在當體育教師 那其實現在的教育環境代理代課缺非常的少 因為少子化的關係 可是呢 在因為是自己熱愛的東西 所以就非常的堅持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我因為現在有帶球隊 但那時候帶球隊只是普通的一個教師 代理教師 帶球隊呢 快要一年了吧 大概八個月 那校長也是 校方也是看到我的認真努力 然後今年在這個月 像七月底 七月這部分 然後開了一個體育圈給我 那我覺得很幸運的是 很多人有拿到教師執照 但是不一定有學校 有這個圈 那我其實是一直抱著感恩的心 一直在感恩我的學校 還有我的校長 老師主任 還有幫助過我的人 尤其是我的家人 所以這也是我收到的第一個禮物 那第二個禮物呢 就是 我也榮升進級 變成體育組長 對然後 現在也不是只有上課而已 就是還要兼行政 帶球隊 然後課業 工作上面非常的忙碌 然後第三個禮物就是很明顯的是 因為我帶球隊 我的學生好像在上個月 應該是六月中的時候 我們去集訓去練球 那其實我在帶球隊的方式 我就是用態度跟品格教育 因為練體育的 很重視在這方面的一個成長跟培養 所以我在教球隊 成績當然是重要 但是我覺得做人的基礎道理更重要 對那也是剛好 導師的這個感恩跟愛的這個理念 落實在我的 我的故事當中 我也會一直去執行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的學生 因為在火車上小小的一個 里浪的動作被人家拍下來 拍下來放到臉書上傳 然後上面的那個人就打說 品格教育態度的重要性 那這個篇文章 又被我們學校的主任看到 就是非常的巧 他馬上就轉發了給我 那我覺得只是一個小小的動作 但我非常的感動 我非常感動 在這期間當中 我的球隊的小朋友 因為裡面基本上是不念書的 只是基本上學業是不好了 可是你說要放棄這些小孩子 沒有 他們對於他們喜歡的東西 也勇敢的去追求 所以我覺得在這件事情讓我感動 這是我第三個禮物 然後第四個禮物 我想一下 有一點忘記 對 第四個禮物 這是我自己 目前是代表台中市的球隊隊員 上禮拜我也拿到一個比賽的全國冠軍 這樣代表台中市 謝謝 謝謝 這個是真的要非常感恩天地 就是也要感恩導師 因為我覺得 進度超馬 深深的感覺到那股能量 就是好像 雖然你會覺得很累 在當中很辛苦 可是你會覺得 好像有一股能量在你後面 當你的推手 所以就很像是 我們通常 在走路的時候都會害怕前面的陰影 可是在看到陰影的時候 我就會想 因為我背後有陽光 所以那就是能量 所以每次我一直在做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做就對了 不用想那麼多 然後這是我第四個禮物 第五個禮物就是 在7月29號那一天 我要說這件事情是 但是這個國家的考試證照 因為我自己是體育人 那書當然沒有念得比一般生還要好 可是我仍然在這幾年當中不放棄 那在這幾年當中 我也一直在懷疑自己 我到底適不適合走教師之路 這條路上 就是每一年的落榜心情都懂 就是只差一兩分 然後每一年都會覺得 哇 還要再考嗎 就一年一年一年比一年難考 我從最簡單的考到最難的 人家都說你今年那麼難你都考上來 那你之前在幹嘛 之前的學長也都會這樣講 他說 那個國家考試讓我從簡單被你考到難 你也是蠻厲害的 然後就會覺得還蠻逗趣的 真的一開始在考的時候 我是104年畢業105年開始考 考到現在 那時候是真的很簡單 我回去看我的題目 我覺得這真的很簡單啊 我寫出來也沒什麼問題啊 可是就每一次就真的就是差那一兩分 然後這一次就是真的 在這半年當中 我非常這樣聽導師的話 然後還有家人給我的鼓勵 還有導師在每一次共修課上面講的 就是真的要落實感恩更愛 所以我每一次看書的時候寫靠谷提 我都跟他道歉一下 我就說欸那個 對不起啊 題目你可不可以 就是可能我不會的 你可以點一下我這樣 我就告訴我的題目 我才開始寫 但其實說真的 我在這一個月當中 我沒有準備得像以前這麼充實 因為又加上工作 然後又加上我自己又在外面可能 因為有兼差嘛 就是我喜歡玩音樂 我就當街頭藝人這樣 所以就是時間就排得非常的滿 對那我就因為喜歡 對於我覺得唱歌對我來講 是工作上面的放鬆 所以我一定要去表演 對就是我一定要在外面表演這樣 然後其實認真起來 我真的沒有很認真在準備這次的考試 可是呢 我就是有一個學長告訴我 他說叫我把超馬當成火車頭 這也是我在上禮拜有一個學長 也是因為超馬相遇 就是一個叫做俊耀學長 我真的非常感謝他 因為他也是跟我講說 叫我在考前的時候 就是跟題目懺悔一下 對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做同樣的事情 那我覺得很開心就是遇到他 對那他也是 時常就是鼓勵我 比如說會傳LINE 勉勵我這樣 那我覺得他就是跟我講說 就從現在開始 把超馬當成火車頭 對那我可能以前 我可能要用9分到10分的力量去念書 但現在我有個超馬 我感覺我只需要用5分 第5分感覺就會變聰明 我自己覺得啦 我會變聰明 所以那天7月29號的時候 其實我一早起來就很緊張 就是那一天到等放榜那一剎 那就很緊張 因為一方面就是想要實驗我在超馬 做的有沒有落實 然後一方面就是想要再看自己 到底這次又差幾分這樣 對 然後那時候就從早上 因為早上也去演習 所以六七點就起床 在演習的時候根本就沒辦法 沒辦法認真演習 因為手機就一直放著一直看 一直看 然後一直等待這樣子 然後也都坐不住 然後中午12點時候 其實是放榜的 但是我都不敢開手機 對已經放榜很久了 我根本是不敢開手機 那就是剛好有個朋友他打電話給我 結果其實我已經知道是什麼事 但是我一直猶豫要不要接 對那他就打給我說 欸我說幹嘛 就很緊張 他說你 你考上了 我就很開心的說 我還跟他說真的假的 你不要騙我欸 然後我就說我的準考證號碼是多少 我剛才去對一下 因為我怕有人跟我同名 對 然後我怕我空歡洗衣場 結果我就 當下就很開心 因為也不知道 就是那種心情是怎麼樣 你就是很開心很開心 因為 你馬上就打給媽媽 就跟他說我考上這樣 然後媽媽當下就是哭得比我還要 還要還要誇張這樣子 對 其實這個喜悅其實就是 就是一整天都在喜悅 就連睡覺的時候你也睡不著 但我沒有去慶祝 我沒有去慶祝 因為喜悅完之後 那天晚上還接著表演 表演完才可以好好的休息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這過程當中好像 好像真的得來不易 因為 你奔鬥了五年 然後我知道也是有很多 許多在國考路上的朋友 也是考了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 但是 這次在超馬 我覺得我在這邊做到功課 我覺得 真的 讓我 就是 我 我 我會跟隨超馬的感覺 就是不管怎麼樣 我就是 就是感恩這個天地 然後跟這個愛 還有 導師 然後我的家人 在 我必須要把它做得更落實一點 那因為我的職場是在教育 那我覺得 更可以把超馬的理念 帶到我的教育職場上 然後 應該 這樣子 就是 還是真的要在這邊謝謝 就是導師 然後 還有超馬 然後還有所有超馬家 還有我的家人 就是 我覺得大家在這邊聚在一起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對 因為 外面真的很多 就是也看了太多 像我們職場最近也是 人事的變動很大 那 有些做得很好的老師 為了學校努力的老師 因為上面的利益關係 可能他不想要你 他就不想要你 這方面還蠻現實的 對 因為我最近也是 像俊耀學那樣也分享 跟我很多 就是說我的 同輩的同學 也是 就是很用心很努力的在帶 但是最後面學校還是不留了 這也算是在社會環境上面的一個反應 因為你到任何公司都一樣 對 我覺得 就是真的 超馬給我的力量非常大 所以我今天就會 把超馬當作是我的火車頭 就是他會帶領著我 然後因為我背後有陽光 所以我就是勇敢的 勇敢的往前走 然後堅持做自己 然後做對的事情 做這個 用愛跟感恩去回饋在這個社會當中 因為 也可能是因為練體育的關係 我覺得讓我更 更堅持不放棄 對 因為有了這項專項 所以 因為你在運動競技場上 你不可能還沒比賽 你就先輸了 通常一定都是要先上去比賽 對 那我覺得就像人生一樣 你都要勇敢的踏上 在你的人生道路上面 因為如果你沒有踏上的話 你不知道 後面會是贏還是輸 所以呢 在最後面呢 就是謝謝我的家人 還有感恩這個導師 還有超馬 就是 真的讓我覺得能量很滿 然後 喜悅呢 只有一天 覺得隔天呢 肩膀好像坐了一個人一樣 就是事情很多 然後責任變大了 但是沒關係 我相信有超馬在 我覺得 都會難提有解 貴人會顯現 對 所以我很感謝在這當中 所有幫助過我的貴人 因為我剛在 忘記講 就是我的球隊也因為 在這一次成功了我 申請到一筆 教育局30萬的經費 謝謝 那這當中並不是我一個人的努力 我覺得是很多人看見 我跟小孩子在外面曬太陽 打拼 甚至假日 犧牲假期 在那邊訓練 那大家看在 看在眼裡 那成功的爭取這個經費 給小朋友更好的器材 不是給我用的 是給他們用的 所以我覺得當他們的教練 我非常的 非常的感動 我也希望就是繼續帶領我的 團隊 然後呢 繼續往上走 就是培養他們 可能甚至全國冠軍 代表中華隊 或是代表縣市 然後呢 朝他們喜歡的路埋進 然後以上就是謝謝 感恩這個超馬還有導師 然後家人謝謝 謝謝